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种的黄瓜、丝瓜、南瓜、豆角、辣椒等 会出现幼果中途夭折,变黄,变得干瘪,甚至烂掉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种藤类的植物 比如说黄瓜、丝瓜、南瓜、豆角等等 都是开花以后才能结果 那么这个开花它就有公花和母花 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公花和母花的数量上的匹配 如果它们不成比例 它就不会有足够的母花得到受粉 没有受粉的母花当然就不会结果 那么受粉不充分的母花呢 也会在结果以后不久就会出现黄了 干瘪了 甚至死掉的烂掉的状况 这就是流产了或者是夭折了 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challenge这个结论了 就说我只买了一棵它们没有受粉呀 或者是我没有经过我的人工受粉呀 它们不是一样可以结果或者结很好的果实吗 那是因为有的植物它们的是一棵就可以本身就可以产生公花和母花 那么有的植物呢 它是需要两棵不同的才可以产生公花和母花的这种交配或者是受粉 那么这个受粉的过程呢 也可能是蜂也可能是蜜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然的一种媒体帮助它们受粉 甚至是蚂蚁都有帮助受粉 有趣的是有的黄瓜或者是丝瓜等有些藤类的植物 它们开花的时候往往是公花和母花比较靠近 拥抱在一起爱意浓浓 当然它们受粉的机会就很大 当然有的植物或者是哪一棵它公花和母花远在天边 那么这种异地就会造成两个人的爱意降低 那么当然它们受粉的机会也就变得非常的渺茫 那么即使它们有意受粉了或者是受过粉 也可能只是匆匆忙忙的 那么不够充分 那么所以呢 就会造成这个果实呢 发育不够彻底会出现夭折的状况 来我们看这个黄瓜 那么这个黄瓜呢 它就我们发现它的母花特别多 很少有公花 那么它当然它的这种受粉呢 就不够充分 比较稀罕 那么这个瓜呢 它就干瘪了 我们看到这个黄瓜它就出现干瘪了 就是受粉不充分 所以我们怎么办 那就是人工的帮助一下 就是我们在别的黄瓜上面发现 找到这个公花 然后我们拿过来和它们的这些母花进行受粉 就是在一起爱一下 相对一下 再这样反复的这样对一下就可以了 实际上我们用它这个 在这个对相对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样对 然后我们再旋转一下 这样花粉都会充分的进入这个母花的花心中 那么一旦受粉了以后 我们要保证它有足够的营养 这样一个培胎呢 才可以生长长大 那么才长得比较有充实 所以呢 我们要经常的对根部进行培土 那么这个土当然是营养土为家 那么你们看 那么你们看我在这个 它的这个根部呢 已经赔了一部分土 那么我继续再追加一部分土 那么这个土呢 就是鸡份参合的一种营养土 那么它这个地方 根部土越厚 越厚时 越营养充分 那么它的果实呢 就会长得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土呢 是非常的松软 所以呢 它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浇水的透水性 那么我们无论 我当然我这个是点滴了 那么更不会影响 那么如果我们浇水的话 它的渗透性也很强 所以直接的渗下去 不会影响到这个浇水的这样一个过程 和有效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不要过度浇水 更不要用水去冲这个花瓣 因为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花瓣的花粉都很容易腐烂 而变质 然后它缺乏足够的受粉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我们要保证足够的淋肥 那么在怎样选择灵肥这个方面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视频 那么欢迎大家去收看 我会把连结放在留言处 欢迎大家去收看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